微软公司同意未来五年持资至少十亿美元 在我国设立区域数据中心 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高级部长 Nadosli Azmi强调 这证明了外国投资客对我国依然抱有信心 而他也准备好推出最新的投资政策 明天将提成到内阁讨论 阿斯敏昨晚在尔曼亦所清真寺参训 西里祷告后向媒体透露 最新投资政策涵盖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公司监管守则 相信有助于信更多高素质的投资客 进而让我国跃升成为高收入国 针对赛野议员打算今天再次向国家元首 苏丹阿杜拉陛下致函 要求接纳终结紧急状态的请勸书 阿斯敏认为赛野议员 理应透过紧急状态独立特委会这条管道 提出相关建议